蒙面财经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来聊聊最敏感的芯片产业链 这个产业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竞争格局 中美两国在芯片产业链上的角逐为什么如此激烈 这个产业的现状又是什么样的 大家知道中芯国际最近在科串板上市 目前的A股市值是5500多亿人民币 港股市值是2100多亿港币 可以说同样的公司在不同的交易所上市 估值的差距是如此之大 港股的市值只有A股的35%左右 在科创板可以说中国的投资者 对中芯国际给了非常高的一个估值溢价 就是有非常高的期望 在上市时间方面监管层也给予了相当的支持 从IPO申请到受理到上市 仅仅用了46天的时间 我们要看未来中芯国际 它是否能够扛起中国芯片产业 在制造环节上的这种大旗 我们先来说一说中美角逐激烈的芯片产业链 为什么如此重要 好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 这张图以前有些朋友可能也看到过 我在节目里面也提起过 这个是全球市值前世大公司的一个变迁的图 大家可以看到在1990年当时还是行业非常传统 基本就是日本的一些银行 加上丰田汽车 加上石油埃森克美孚 非常传统 到2000年以后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开始出现 像微软 四克 英特尔 日本电信电话公司 ICT产业里面的一些公司出现 到了2010年又回到了一个比较均衡的情况 跟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裂有关系 2010年可以看到公司的分布非常均衡 有石油公司 有铁矿石公司 有银行 有沃尔玛 当然也有苹果 就行业的分布比较均衡 然后国家的分布也比较均衡 前世大市值公司到了2020年 也就是到了今天就变得非常集中 大家可以看到前五大的互联网公司 就是微软 苹果 亚马逊 谷歌和脸书 都在前五 后面包括中国的阿里巴巴 腾讯 这些也是互联网的巨头 所以可以看到到了今天以后 整个ICT产业里面的互联网的巨头 就占据了一个非常靠前的一个位置 市值集中度也非常高 最新的统计有个数据 就是美国的前五大互联网的公司 它加起来的市值总和 已经超过了日本整个的股市的市值总和 ICT它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一个缩写 就是说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一个合成 而这个产业随着整个互联网技术的进步 还有半导体技术的进步 它跟人类的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细细相关 我们平时用的手机电脑 这都不说了 根本就离不开 对吧 未来随着5G的应用 包括人工智能 物联网 包括汽车 智能工厂 人类的生活可以说在快速的信息化 它就方方面面的都离不开互联网 也离不开互联网的基石 就是我们今天谈的芯片产业链 你像汽车 大家知道特斯拉是一个代表 它其实不光是一个电动车 它也是一个移动终端 它是一个随时移动的互联网终端 到了万物互联的时代就更是这样 几乎每一个终端 包括家里用的这些家用的电器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东西 它里面都可能植入了芯片 它都可以是变成一个移动终端 或者收集信息的一个信息终端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芯片产业为什么对中国非常重要 这个图是2019年前十大进口类商品的统计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大进口商品的类别 就是集成电路 我相信很多人也听说过 中国现在的第一大进口商品 不是什么石油 铁矿石 第一大是集成电路 就是芯片 可以看到占到进口商品总计的14.79% 就将近15%的一个份额 金额是3058亿美元 非常大 排在第二的就是石油 第三是铁矿石 到后面就是一些比较分散了 都1% 2% 就非常分散 反正比较集中的就两大块 一块就是集中在能源 另一块就集中在芯片 集成电路 这是一个 另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中国的集成电路芯片这一块的 它的贸易逆差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也进口也出口 最后出口减去进口的一个总的一个情况 看这张图可以看到 从2012年到2018年 芯片的进口越来越大 这个逆差也越来越大 2018年中国大陆集成电路进口是3,121亿元 是进口金额最高的商品 同期中国大陆集成电路出口额是846亿美元 贸易逆差是2,275亿美元 可以看到逆差非常大 所以在这一块也算是中国产业链里面的一个短板 所以说中国非常重视产业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芯片产业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情况 做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这张图我觉得它画的还是比较好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芯片的总的产业就可以分为三块 就是设计、制造和封测 在设计芯片设计 大家听过很多公司了 应该像高通、博通、包括华为的海思 包括很多的芯片设计公司 然后设计这一块 它需要一个芯片设计软件叫EDA 这块基本都是美国公司独占的垄断的 还有IP核 IP核就是架构 基于X86架构 还是基于ARM架构 IP核 然后制造 制造就是大家熟知的 像台积电是芯片制造的一个典型的公司 还有中芯国际 包括Global Foundry这些公司 在制造和封测 下面是封测 封测是下游的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的技术含量没那么高 它是相当于一个劳动密集性和资金密集性的一个产业 所以封测这个产业链很早就转移到东南亚来了 在封测中国也有一些上市公司 也份额比较大的一些公司 在制造和封测环节 又需要设备和材料 我们经常说的中国芯片产业的短板就在这儿 就在材料和设备 你像材料方面 中国是非常薄弱的 材料和设备都离不开海外的一些 大部分都是靠进口 你像设备里面最核心的光刻机 这个是中国是非常弱的一个短板 最强的就是荷兰的阿斯麦 它是非常强的 材料方面也比较弱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应用层面 就是这个芯片可以应用在哪里 可以应用在消费电子 通讯产品 计算机 芯片 就是服务器芯片 汽车工业 其他领域 就是说可以应用的范围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未来还会更加广泛 随着物联网的普及和5G技术的普及 芯片的应用更是无处不在 所以你看这个图 它分的还是比较好的 核心的产业链 就是分为设计制造和封测 然后支撑产业就是EDA IP核材料设备 然后需求产业就是那几块 所以这个图大家可以认真看一下 对芯片行业有初步的了解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芯片这个产业 半导体产业的一个产业变迁 半导体产业是比芯片概念要更广的一个概念 它里面还包括了分离器件 其他的一些东西 半导体产业链的变迁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从1960年代的时候 它一开始是系统集成的 整个都是系统厂商为主 而且半导体产业主要是从军工诞生和衍生的 跟当时美苏争霸有关系 到70年代有家电产业 它开始诞生了一些IDM 大家可以看到它下面列了一些代表的企业 像索尼 日本的NEC Toshiba Hitachi 然后到了PC阶段 就是电脑阶段 然后整个芯片产业就开始进行国际分工 我之前说过芯片是一个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典范 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全球化分工的一个行业 在PC的时候大家看到 这个就已经开始进行分割了 这个IDM是什么意思 IDM就是设计制造和封测 都是一体化的一个产业模式 最经典的典型的就是英特尔和三星 他们都是设计制造封测都在一家公司里面 他们都自己做 后面随着全球化的分工 这三个产业链的环节就开始进行分工 就是开始进行切割 大家可以看到到PC时代就开始分出来了 台积电就是在1980年代创立的 它当时就是抓住了这个需求 大量的芯片设计公司崛起 他帮他这些芯片设计公司做代工 然后到了这个90年代 你可以看再到2000年代 手机时代 那就又开始分的更细了 一直到今天 智慧物联网时代 基本就是完全全部都分开了 包括到了今天 连英特尔 英特尔知道大家前一天大家知道大跌 跌了16% 现在市值只有2000亿美金 他的竞争对手 也不叫竞争对手 就是同行 比如台积电 他是专注于芯片的制造 他的市值已经4000多亿美金了 已经变成了全球第10大市值公司 已经是英特尔的两倍 英特尔因为七纳米的制程 有可能延后 因为他技术上有遇到一些问题 他CEO在电话会议里说 他不排除把七纳米的一些制造 可能外包给其他一些厂商 去帮他进行代工 所以大家对英特尔的预期 虽然他的财报很好看 财报都是双位数的增长 没问题 但是在这七纳米的制程延后这方面 投资者对他表示担忧 所以说最近下跌的比较猛烈 这个是整个关于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变迁 就是他一开始是一个一体化的产业 IDM的一个情况 IDM就是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 就设计制造风策都在一起 到后面逐渐的分工 变成了设计制造风策分开来了 所以这是产业链的一个变迁的一个状态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国别也是在 就国家之间也是在分工 对吧 从美国到日本 从日本到韩国到台湾 再从韩国台湾再到中国大陆 它是产业链的分工 是一点一点蔓延开来的 扩散开来的 好 这个是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变迁情况 接着我们再简单看一下 就是全球芯片制造环节 一个市场份额的一个排名 有个大的概况和格局 这张图比较清晰 这个是来自于中芯国际的招股说明书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大的就是芯片制造代工 就是台积电了 毫无疑问 这就是芯片代工制造里面的王者 对吧 它的市场占有率59% 超过半壁江山 第二就是格罗芳德 就是global foundry 然后第三是莲华电子 第四是中芯国际 就是新上市的中芯国际 可以看到前十大代工厂 总计达到97%的市场份额 前五大也有88%的市场份额 可以看到市场集中度非常高 但是其实市场份额之间的差距 还算是一个小事 最大的差距其实是在技术层面的差距 就是在制程方面的差距 比如台积电现在向3纳米进军 对吧 它5纳米已经可以量产了 但是中芯国际它还停留在14纳米 对吧 而且年底才能量产 所以技术之间的差距 比市场占有率方面的差距更大 所以说你不要看市场份额 好像就是这个差距也已经挺大了 实际上更大的差距在于技术的这种追赶 那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张图 就是关于中芯国际和台积电的一个对比 这个图它是截止到2021年6月12号 跟现在也大体可能有一点变化 但是也还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到台积电和中芯国际 在市值方面的比较是差了将近20倍 它是对比的对象是中芯国际港股的市值 然后看一下2019年的营收 营收台积电是中芯国际的11.4倍 那净利润的差距就更大了 是52倍 这是因为中芯国际的毛利率 没法跟台积电比 台积电的毛利率在40%多 净利率在20%多 中芯国际跟它差得很远 然后再我们看毛利率 大家刚才也讲了46 21 然后净利润率 净利润率就是一个33 一个5% 差别也是比较大的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差不多就这样 这个就看一下 中芯国际和台积电的一个对比 主要就是营收和净利的对比 还有毛利率和净利率 其他的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包括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肯定比中芯国际大 对吧 但我觉得这个还是财务上的一个比较 真正的差距还是在 还是我刚才说的 还是在技术上和制成上 就是财务上的差距 远远显现不出来 这两家公司的真正差距 那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张图 那这张图呢 是中芯国际的发展历程的一张图 那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中芯国际的 其实前十年啊 从2000年设立嘛 一直到2011年 这十年呢 其实一直是亏损 状态一致也不是很好 那真正有亏为盈呢 是从2012年开始 2012年才开始真正盈利 那2016年呢 是它的一个高光时刻 最好的时刻 当年呢 盈利了4亿美元 然后到了2017 18 19呢 又开始往下走 那整个呢 中芯国际的历程 其实是不光是体现在营收上 比较波折 包括它这个股权的争斗 创始人的争斗 里面的内斗 也是如果了解的朋友们 也知道 非常复杂 那直到2017年 这个梁梦松 梁梦松是台积电的一个技术大拿 技术牛人 他从这个台积电离开以后 到了三星 帮三星呢 完善了14纳米的制程 后面在2017年呢 又加入了中芯国际 所以中芯国际呢 相当于又占到了一个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尤其是这个14纳米 大家对它寄予厚望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中芯国际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收入利润情况 可以看到 你看它这个表 就是从2012年以后列的 这个2016年的盈利呢 还是不错的 将近4亿美元 然后到了2017 18 19又开始往下走 尤其是到了这个2019年 你看这个营收也下来了 营收也下来了 好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它的收入 收入来源多样 尤其这张图 我们看一下 就是最右边 最右边的一部分 就是晶圆收入按制程分类 这个为什么有意义呢 因为这个最能反映出 中芯国际的这个技术 技术实力情况 还有就是 它这个不同 制程水平的这个营收 来源占比有多少 那可以看到 这个最先进制程的 这个14纳米 因为还没有完全量产 它收入占比呢 非常少 只有1.3 然后28纳米呢 只有6.5 然后这个45纳米呢 是14.9 65纳米是32.6 就是它的营收的主要呢 还是集中在这个 比较落后的制程 65纳米啊 这个分儿上 而不是在这个先进制程上 你像台积电 它都是先进制程 7纳米 5纳米 是营收的大头 那大家看这个单位也知道 纳米啊 其实这个就是 西方人啊 他喜欢用这个签作为这个 这个数位的的晋升的一个标准啊 一个刻度的标准 比如说一公里等一千米 一米等于一千毫米啊 一毫米等一千微米 对吧 一微米等一千纳米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啊 这个就是纳米 其实就是一千分之一微米啊 到了上面 你看有这个0.18微米 其实就是180纳米 然后350纳米啊 所以你看中金国际的这个 呃 营收的大头啊 一个是65纳米 还有一个就是180 180纳米啊 都是非常落后的这种制程技术 然后应用的范围呢 啊 也是你像通讯啊 消费啊 啊 他肯定在这个PC 就是和手机上 他是不是他的一个长项 然后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制程拆分啊 就是他28纳米和14纳米的一个对比 那其实28纳米的收入呢 他已经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啊 就是主要是28纳米这个 这个制程的这个布局的厂商越来越多 竞争越来越激烈 所以28纳米的市场呢 出现产能过剩 所以28纳米大家可以看到 他从17年到18年到19年啊 这个营收占比是逐年下降的啊 这个收入占比就是越来越低啊 主要是28纳米他不赚钱的原因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呢 就是告诉你不同的制程啊 这个需要投入的资金 有多恐怖啊 这个包括英特尔这次 他就7纳米的延后 包括7纳米再往上去发展 5纳米3纳米 他有可能都不发展 对吧 就是因为这个越先进制程 这个投入的资金金额 越是海量的资金越可怕 你比如说5纳米的这个技术节点啊 这个投资的成本呢 可能是数百亿美元啊 是14纳米的两倍以上 是28纳米的4倍左右 就是越往先进制程 这个投入的资金越是海量的 越是夸张的 所以说到了越先进制程呢 玩家就越来越少 头部玩家呢 就那么几个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半导体制程的这个一个一个呃 线路图吧 这个线路图大家可以看到 在基本呢 中芯国际和英特尔和那个台积电呢 差了大概四五年 在制程技术上差了四五年啊 就在这个台积电进入 呃在中芯国际搞这个40纳米的时候啊 台积电已经是28纳米啊 那当当中芯国际在2015年 实现28纳米量产的时候啊 这个台积电已经又跑到前面去了 所以你看基本是差了5年的时间啊 这个在先进制程上有5年的时间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台积电 它可以啊 非常容易的去打压竞争对手啊 因为这个落后产线的折旧已经折旧完毕了 它可以用非常低的价格去打压对手啊 所以这个后这个追赶者就非常吃力啊 经常是这个追赶的过程中 呃边追赶还边被打压啊 所以说等你这个14纳米制程出来以后 可能台积电已经到了5纳米3纳米啊 所以说它用呃可以打价格战给你 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芯片产业链的一个情况啊 呃我们下期节目吧 我们再详细的再介绍一些中芯国际啊 以及这个呃芯片产业链里面的皇冠上的明珠啊 也就是光刻机的一些情况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好今天的呃分享就到这里啊 我们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